聽說除了這次活動之外 好像我們的新妹姐這幾年都跟我們的美鳳姐 一起合辦一個明星的二手藝的印脈活動 是 因為TVBS我認識了濤哥 因為濤哥我才有機會加入了TVBS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然後 不要哭 慢慢講 因為我很愛哭 我才知道台灣的小朋友 那麼苦 然後今年是第六年了 我們要在11月的時候要在高雄 再次的辦明星二手的拍賣 那因為是TVBS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別台也不會來拍 有新年節在別台就會來拍 不是啦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活動 就是我們把我們 傳出去 還有我們募款的金額可以一年比一年多 幫助更多的小朋友 所以我今天就很誠心的希望 希望所有的平面媒體能開 能不是 能寫多大就寫多大 謝謝 哇 新飛姐要大力幫忙啊各位 大力幫忙 我今天的貢獻真的很誠心 我剛才那個動作成熟 這個誤會 沒有誤會 完全是遮攔 沒有任何的其他意思 遮不住啦 對不起 一手遮不住啦 對啊 我這邊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這是第六年了 跟美鳳兩位他們愛心 把所有的衣服 用品捐出去 問題那不是舊的 是新的 而且是非常昂貴 但是價位賣得之便宜 簡直難以想像 有一次我記得 在我們準備活動之前 看到新梅穿了一件皮夾克 我說這件皮夾克能不能 他說我剛買不久耶 我說但是這個活動會更精彩 他說讓我再穿幾個月好不好 我說我們下個禮拜 但是他讓我穿幾天好不好 毫不思索的就這樣捐出去了 哇 這就是我們 要謝謝很多 其實除了美鳳姐 喔是很多 對不對 還有很多連續的 很多很多的藝人朋友 明星朋友 也是都捐出很多很多都是 你知道吊牌都還沒有拆的 然後甚至那個內衣 就是胸罩啊 都是吊牌還沒拆 新的 還是你想你要原味的嗎 有穿過可能會賣比較高價 這個我可以佐證 這個我以前好像提過 但是大家可能不記得 有一次我每天從地下室 一直走到樓上 就是練習 在走樓梯 結果也是走樓梯的時候 聽到 剛好前上面幾層 有腳不深 我平常不太抬頭 我那天抬頭一下 又趕快把頭低下來 怎麼了 就看到這些新梅 穿了一個超級超級的迷你裙 然後這個我一不小心看到 不該看的東西 唉唷 然後我就跟新梅講 小路撞在不得了 雖然年紀有一些 可是還是個來源 我要跟浩哥解釋 你看到很大件的那是安全褲 我的內褲沒有那麼大件 那個叫大件啊 很大四方形的 那那一件可以拿出來捐嗎 已經捐了 已經捐了 我跟新梅講 就是那一件捐了 結果我們那時候 在台中現場 對對對 一堆 我把這個故事講完了 一堆這個 這個怪叔叔衝上去了 唉唷 你是說胡市長 怎麼把蜜蜜講出來啊 真的是 沒有啊 胡市長覺得我們藝人就是很幽默啊 然後就是 他想要看看捐出一些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剛好跟美鳳姐在那邊整理 他就整理不辣夾啊 唉唷 那些的 因為他要從什麼什麼Cup 排到什麼Cup 都排好了 尺寸都有分 他想來幫忙 結果他也不知道怎麼下手 對 不小心就挑了一些 沒有啦 那謝謝這些藝人朋友捐贈之外 也要謝謝 有愛心的這些消費者 觀眾朋友 還買了他們的不辣夾這樣 做一些恭喜 其實此刻還是要麻煩 所有的來到現場的這些媒體 小姐先生們 好 那最後是妹姐要不要跟他講 你們的義賣活動 大概會在今年的幾月份開啟 十一月 十一月 但是詳細的日期 就要由這個基金會 隨時公布在網站上 好 那我們也在這邊呼籲各界的朋友啊 可以踴躍熱烈的來響應這個義賣活動 其實我們也會捐一些我們的衣服啊 阿對 褲子鞋子 給我們的攝影師 阿對 有有有 會覺得自己的這些力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只有那麼一代而已 如果大家一起來捐的話 就是這樣一整個車滿滿的 希望大家支持這樣 阿對 谢谢观看